我们接下来要上的叫做气团跟封面 这边是重点 封面那个是喜欢问的重点 第一个呢,要叫做气团 气团就是一大团 气团就是一大团空气 这一大团空气的温度、湿度、密度都差不多 所以要当作是一团 是一坨 它的那个很大的一块 大概可以上千公里 然后一千公里的水平温度 大概只差几度 十几度而已 所以几乎大家都一样 所以大家都差不多差不多的 所以把大家撑之一大块 一样东东 气团 然后水平看看就好,垂直看看 我们国中基本上是不管垂直的 我们有叫做是 只讲到一个同一个水平面而已 你也不用管水平面 看看就可以 重要,没有关系 然后呢 这里要有一大团的空气 它的温度、湿度都差不多 所以它就必须要 有一个很广大的范围 然后它停留的时间够久 有足够的热交换 这样它们才会有差不多一样的温度跟湿度 因此 可以叫做气团原地 可以发展气团原地 像个广大的海洋 或广大的沙漠 还是气团原地 然后呢 讲过要停留的时间够久 让它能够有足够的热交换 这样它们的温度、湿度 才会都差不多 那叫做一个气团 一团就一坨 就对了 一坨空气 差不多的 下一个呢 不重要 对不起 我弄错 这个要知道的 气团是一大团的空气 然后它很稳定 它的性质都差不多 所以气团是高气压还是低气压? 高 高气压 对 为什么 因为低气压会下雨啊 会下雨 它就不会稳定啊 就不会是稳定的嘛 所以要高气压 所以气团都是高气压 那我刚刚说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变性气团 这个我小时候 气象局很喜欢爆这个 某某变性气团 怎样怎样 可是它现在都不这样爆 它用这个什么什么 高压出来 怎样爆 所以现在讲 这个就是 这个名词已经很少用了 就是当这个气团 离开它的发源地 移动之后 接触到了别的性质的空气 它自己的性质也会产生改变 这样叫做变性气团 比如说 我原来在比较北方是寒冷的 然后现在到了南方 就会比较温暖 比如说原来在陆地是比较干燥的 然后现在到了大海就会比较潮湿 这样叫做变性气团 但是讲过这个名词 现在气象局也很少用 像都是讲什么高压出海 像什么什么之类的 没什么差别 那这个是我们在地理上就学过的 影响哪两个气团 还记得吗 一个叫做蒙古大陆气团 又称为蒙古冷气团 又叫做蒙古冷高压 发源在蒙古跟西伯利亚那边 因为是陆地 所以比较干燥 因为纬度比较高 所以是比较寒冷 所以蒙古大陆气团 是一个寒冷干燥的气团 寒冷干燥气团 所以他是冷江军 他喜欢冬天 冬天的湿力会比较大 还有个什么气团 太平洋 太平洋海洋气团 又叫做太平洋暖气团 或者太平洋暖高压 因为他发展在太平洋上海上 所以比较怎样 潮湿 因为他的纬度比较低 所以就比较怎样 温暖 所以呢 他是一个温暖潮湿的气团 他是暖江军 他喜欢夏天 所以台湾的天气 主要受到这两个气团的影响 一个温暖潮湿的太平洋海洋气团 一个寒冷干燥的蒙古大陆气团 好 这个也是地理上课本上念过的 但是重点不在 重点是我后面要讲一件事情 台湾冬天受蒙古大陆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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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东北气团 为什么东北气团 我现在我讲一上有 我讲一上有图 是让你当会跟着我这样做来画图的 因为我现在要教你的事情是 以后考卷上 以后考卷上画一张图 然后问你说这个地方吹什么风 我怎么办 那 有等压线看等压线 没有等压线画圆圈 为什么台湾受蒙古高压影响吹东北风 来 题目上如果有等压线 我们就来看等压线 看等压线 风应该要垂直等压线 但是北半球要向右边偏 所以就吹这个风 这什么风 东北风 东北风 OK 那 如果没有等压线 如果没有等压线就画圆圈圈 没有等压线就画圆圈圈 好 台湾受蒙古高压影响吹什么风 吹什么风 好 从蒙古高压连到台湾 画个圆 然后做切线 切线有两个切把 向上切向下切 高压什么时钟 顺时钟 顺时钟 所以顺时钟切线 什么风 东北风 OK 好 所以 这就是我要教你的重点 以后人家考试问你 画一张图问你 画一张图 写一段话问你 台湾什么什么吹什么风 什么地方吹什么风 你怎么知道 老师说 有等压线看 等压线 没有等压线画 圆圈圈 好 就是刚刚那个 蒙古冷气团 高气压顺时钟悬出 悬到台湾 吹什么风 悬到台湾吹的就是东北风 然后这时候吹东北风的时候 北部东北部地区 会因为地形台声而多雨 地形台声 风往上吹 讲过一团空气上升时 气压下降 比膨胀温度降低 容易饱和凝结成有因会下雨 而南部呢是被封面吹不到 所以南部会干旱 这都在地形上浇过了 南部冬天是干季 好 为什么地形台声多雨 我刚才嘴巴已经讲过了 为什么地形台声会多雨 因为我们前面浇过了 地形台声上升时 谁会下降 没有那么快 先谁下降 气压 谁膨胀 其他下降 然后谁会膨胀 体积会膨胀 体积会膨胀 因子什么就降低 温度 温度 温度就会降低 温度就会降低 就会容易饱和 饱和就会有凝结成雨 有云就会下雨 所以呢 我们讲过了 上升气流不稳定 这样讲过了 所以 为什么地形台声就会多雨 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一句话 这个关系 OK 好 就是台湾受到蒙古 大陆气团 蒙古冷高压 蒙古冷气团的影响 然后呢 台湾夏天呢 就开始就会有 午后雷震雨 因为旺盛对流 会形成午后雷震雨 然后呢 全岛呢 都是高温炎热潮湿 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 我们附近的海流 都是温暖的海水 第二个就是我们受到的是 太平洋暖气团 这个温暖潮湿气团的影响 OK 好 地老师教过 台湾受吹什么风 西南风 很好 你们一定会告诉我西南风 因为老师教西南风 答案是 怎么会东南 来看 台湾受我们太平洋高压影响 有没有等压线 怎么办 连过去画个圆做切线 太平洋高压连到台湾 画个圆 做切线 高压什么时钟 顺时钟 这什么风 东南风 老师我们明明就学西南风 来 东边吹东南 西边吹西南 东边吹东南风 西半部吹西南风 西边人多 水人多的为准 就是说我们吹的叫做西南风 一句话 分开说是对的 和在一起说是错的 分开说 台湾夏天受太平洋大压影响 对 台湾夏天吹西南季风 对 和在一起说错 台湾夏天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所以吹西南风 错 受太平洋大压吹什么风 东南风 那哪来西南风 后面会教来自印度洋那边 一直好像也带过 来自印度洋这边 印度洋那边的关系 不是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关系 OK 重点是要学会我刚教过的 以后考试的时候 人家画一个图 写一段话 问你说那里吹什么风 怎么解决 你要会 有等压线要看 等压线 没等压线就画圆圈圈 所以你看 右边这个地方 西南 东南有没有看到吗 右边太平洋 右边有一个太平洋高压 右边有一个太平洋高压 这是什么风 东南风 有没有 西南风刚刚讲过的是来自哪边的 印度洋这边的 印度洋这边的 OK 这边 好 这动脑时间 问的问题就是 一般好像喜欢问的问题 甲哥 你看图 这个甲 外面是1000 0是1000 然后1996 到甲 乙呢 外面是 1016 然后1020 然后到乙 所以我问你说 甲跟乙 谁是高压 谁是低压 甲是低压 甲是低压 乙是高压 很好 所以甲是低压中心 乙是高压中心 好 因为你知道 谁是高气压 谁是低气压 之后 因为你看图 晓得谁高压 谁低压之后 你就会晓得 后面这些问题的答案 谁是上升气流 谁是下沉气流 甲是低下什么气流 上升气流 你是高压什么气流 下沉气流 所以 下沉气流 好 因为你知道谁高压 谁低压 你就知道谁是上升气流 谁是下沉气流 好 也因为你知道谁高压 谁低压 也因为你知道谁高压 谁低压 你就会晓得 上升气流 乙是高压是好天气 很好 乙是高压是好天气 假是低压是坏 有前面教过嘛 高气压天气 晴啦 低气压天气 阴雨 所以因为你知道谁高压 谁低压 于是你就知道 上升气流 上升气流 因为天气又容易有云 又容易有云 就会下雨 所以是阴雨的天气 一其他是下沉气流 天气就会比较好 所以 这就是以后考卷上会问的问题 画一张图 就问你 在这边 谁是不能说 谁高压 谁低压 谁上升 谁下升 就问这个 一样 你只要能够认出来 谁高压 自然就会晓得 后面又问你的答案 下一个比较奇怪 他问你台湾吹什么风 这一题 这题 康轩满的答案 直接给这个 康轩满的答案 就直接给西南风 为什么他给西南风 因为这个图上面 基本上是夏天 夏天 所以他就给了西南风 可是如果你用画的 你画不出西南风 因为你看 这是第一期 这风应该 应该要垂直等压线 北半球向右边偏 比较像什么风 像南风 画不太出来 东西南风的样子 唯一比较可以画西南风是这个 从乙连到台湾 画个圆 画个圆 做切线 这样比较可能是西南风 可是我们讲过 其实理论上 有等压线看怎样 看等压线 因为等压线比较准 比较准 但是因为康轩满的答案 就直接 康轩满的答案 就是直接就给西南风 所以我还是给你西南风 但是这个有点怪怪 画的图有点怪怪 OK 请问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